2014冬季奥运与你同在 今年冬奥开幕式即将登场 以防万一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 37000名警察和保安的陪同下 已准备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 俄罗斯斥资美金510亿元半冬奥 远远超出原本打算砸下的 120亿元预算 还好4万间全新旅馆房间 自来水和双人马桶都准备好要接客 冬奥期间免不了状况连连 像是滑雪选手跳跃太超过 或是比赛场地雪太少 不过至少还有亚买加雪橇选手撑场面 谣传普丁会举办几项同志盛事 包括两性滑雪射击和双人滑冰 难道索契也会诞生属于同志的胜利时刻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